龙的故事 这是一个在广东地区流传很广的故事 话说很久以前 在广东省的一个小山村里 有一个叫小宝的孩子 在田野里捡到了一颗非常奇怪的蛋 哦,那是什么东西 嘿嘿,我去看看 哇,好大 这好像是颗蛋啊 可这么奇怪的蛋我还是头一回见 不是鸡蛋也不像鸭蛋 这会是什么蛋呢 小宝捡到了这颗奇怪的蛋后 便拿回家 可村里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蛋 好奇特哦 你们说这会不会是个鸟蛋啊 鸟蛋哪有这么大的 这个蛋比鸡蛋还大 什么鸟比鸡大呀 我听说一种鸟叫鸵鸟 他的蛋就比鸡蛋大 说不定这就是一枚鸵鸟蛋呢 别开玩笑了 咱们这里有鸵鸟吗 我看这应该是颗鸵鸟蛋 你看,他还会发光呢 你听说过鸵鸵蛋会发光的吗 老爷爷来了 他是咱们村子里面积最大的老人 给他见多识广 一定知道这是什么蛋 对,我们问问老爷爷 他一定知道 老爷爷老爷爷 请您过来一下 请您过来一下 有什么事吗 老爷爷您看 小宝呀,捡了一枚很奇怪的蛋 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蛋 您见多识广,一定知道吧 咦,这颗蛋真的很特别啊 老爷爷,您说这是什么蛋啊 这究竟是颗什么蛋 我也不知道 不过,只要让这颗蛋里的东西孵出来 不就知道了 对呀,我真的没想到呢 于是,小宝便把这颗蛋拿回家 塞进被窝里 而且他天天在床上抱着那颗蛋 几天后,那颗蛋终于有了反应 要出来了,终于就要敷出来了 小宝,你在干什么呢 妈妈,我捡到的颗蛋要敷出东西来了 你猜它会敷出什么呢 蛇 怎么会是一条蛇呢 快,快把这条蛇扔掉 不,妈妈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服出来的 我要把它养大 不行 蛇怎么能养 你要是不把它扔掉 我就打死它 有办法了 小宝没有办法 只好偷偷地把这条小蛇带到池塘边 悄悄地饲养了起来 你别担心 我每天都会给你带好吃的 你一定要乖乖的 别乱跑 别让人家看到哦 于是,小宝每天都悄悄地来这里饲养小蛇 转眼几年过去了 小蛇长成了一条大蛇 你长大了 小蛇 越来越大了 这样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你可要小心一点哦 小宝 你妈妈突然晕倒了 你快回家看看吧 好的 我这就回家 老爷爷 我妈妈的病怎么样了 唉,你妈妈得了一种很罕见的怪病 要想治好这种怪病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只要吃一口龙肝就能治好 龙肝? 这东西要去哪找啊? 就算再难找 我也要找来治好妈妈的病 从那以后 小宝便到处打听 哪里有卖龙肝 可却没有人知道 眼看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 她有些绝望了 于是就一个人跑到池塘边哭了起来 我妈病了 我该怎么办啊 对不起 我好久没来喂你了 这些天 我一直在跟我妈妈找龙肝 我妈妈得了一种怪病 医生说 只有龙肝才能治好她的病 可是到哪里才能找到龙肝呢? 此时大蛇低下头想了想 然后面对着小宝突然张开大嘴 你这是干什么? 饿了吗? 莫非你的意思是 让我进你的肚子里 难道你的肚子里有龙肝? 你又不是龙? 你肚子里怎么会有龙肝呢? 对了 常听人说 谁是小龙 莫非你的肝也能治好我妈妈的病? 于是 小宝从大蛇肚子里割了一小块肝 回家后煮给了母亲吃 果然 她母亲一吃 怪病就痊愈了 母亲病好后 小宝便把这件事情的经过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 母亲为了感谢大蛇 特意做了一些好吃的 跟小宝一起来到池塘边感谢大蛇 大蛇 我妈妈的病已经好了 真是太感谢你了 今天我妈妈做了许多好吃的 你快来去啊 怎么回事 平时只要我一来 它就会游出来的 原来 原来它真的就是一条龙啊 我捡到的那是颗龙蛋 村子里的人 有感于龙的善心 于是便将其当作神龙 来祭拜他 念念慈爱护友情 感应神龙祥瑞银 晴云秋月心泰然 不愁人间莫渺年 生命电视祝福您 慈心满满世事顺心 平安过好年